各位早晨 2019年8月18日早上的10點鐘星期日 多謝大家早上的時間 我們進來聽這個Live 今天的心情是比較複雜和沉重一些的 因為我要講回香港這個人口結構和人口政策的問題 就著這個星期較早前的一個投票的結果 加入大家的一些留言 心裏面有很多說話有感以發 希望跟大家去講一講 如果大家不想面對自己的黑暗面的話 大家就真的不要聽下去 但是今天很詳細地告訴大家 用歷史 用實證去告訴大家 大家為什麼所想的事情是天真和無知 有興趣可以聽下去 首先在這裡先多謝這個月的新的trial member 我們大概也有十幾人 大家可以在Facebook 群組裏面 瀏覽過去我們的所有的影片 如果找不到或者不知道哪裡找到的話 可以按回影片這個位置 就可以做得到的了 有齊了我們所有過去的影片 Facebook 的Facebook Page 大概只有四分一 如果你想看完全部的 就加入我們在Facebook 群組裏面 就試完再講一下 其實這個我想講一下 其實是來自於一個的投票 投票在哪裏呢 就是在8月15號的時候 講到單程證的政策 其實是經濟學任門的opportunity course 當時我經常想說給大家聽的 我們選了A很多時候 就不可以選擇一些玉宇紅獎是不可兼得的 就提出了一些有關於經濟的發展 和我們在人口結構裡面的轉型 又或者輸入這個新移民的時候 會suffer的一些事情 首先看到有些朋友都進來了 Alex在那裏 Daniel在那裏 那麽多位做神 OK 當時提出了這幾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深切的反省 但其實香港人很有趣的 就是我既要東又要西 我既要A又要B 而那件事建基於什麼 你來自於一些天真和無知 我一直講下去的時候 我會將大家的一些comment 逐個逐個去 就是盡量去逐個逐個 和大家做一些回應 好嗎 其實在文字裡頭 都已經回應了很多 不過有些事情 我希望繼續是 我口講我心 我不想說其實很簡單 今時今日這個時候 要你自己一個的專業受歡迎 你攻擊政府就可以 但是我想是其是非其非 有些事情是 民眾自己的一些愚昧 我都希望透過不同的渠道 去表達出來 如果是政府做得不好的 其實我當時也都在不同的渠道 包括live sharing 文字 文章裡面的article裡面寫很多 有關於中國今時今日 為什麼會走到經濟去面臨一個爆破的邊緣 究竟他們的信用 究竟創造得有多麼誇張和離譜 香港的過去一些政策有多麼實行 但有時候其實不是說 別人錯就代表我們自己適合 或者我們可以無料期的去ask for 很多東西覺得是take it for granted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香港人應該要有這個能耐 香港才可以走出一個 今時今日的一個困局 我在這個版裡面 我打了一句說話 那其實這句說話 我真的有敢而發 而其中一位朋友也都說 就是他都很感同心受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句說話 有什麼感覺 其實有人說分享知識是沒有用的 只有講字 其實我覺得是真的 因為知識一般 不要說永遠 絕大部分的時間 是定不過人性 其實你客觀的事情 究竟事實是什麼 完全不夠你的主觀的感覺 那麼重要 就是對於你自己的行為 這件事我其實是非常清楚明白 但是大家今天如果還在聽 就是人數很少 這裡有十幾人 平時開場直播 都在這個項目裡 都在說七八十人 但是如果你還在聽 我覺得知識對於你來說是重要 歡迎你繼續來 平行使用 是一個緣分 我引用舊帖子的一句說話 其實無論你多麼聰明 也好 蠢的人都可以集體證明你是錯誤 那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集體的錯誤 好嗎 首先呢 有位讀者留言 他說 無論沒有那麼多大陸人來 其實是可以令到 香港人生小孩的誘因 我不說究竟沒有那麼多大陸人來 是不是香港生小孩的誘因 不過我想看看這個生小孩的誘因 究竟有多大到你認為 可以解決香港 今時今日這個人口結構 或者過去這麼多年 形成了人口政策的一些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看回今天2019年的population pyramid 大家可以其實很簡單的 你不會要求一個50歲 40多歲的婦女來生小孩 或者你可以的 其實今時今日科技很進步 但是主要的生育年齡的人口 仍然是25至35歲 這是不爭的現實 不需要去爭吵的現實 你不要管是對不對 但事實就是 你不會叫到一群很大的 主要是四五十歲的婦女來生小孩 如果你要去爭吵這個問題 其實真的幫不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未來20年的時候 我們認識分 認識零生育的人口的女士 究竟有多少 如果你認為你很開心 很想去生小孩 可以多生一些 去填補這條數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想法 是天真和不切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直接看 25至35歲的人 女士 今時今日佔香港的人口比例 是6.7% 當中有若干的少許百分比 是來自於家庭老公 你可以看到大概有6% 6.多%的人口 是適齡去結婚 以及適齡去生育的負率 去到15年之後 其實這個百分比下降了超過一倍 即是說如果今時今日 一個適齡生育的婦女 生一個小孩 你也要填上一條數 15年之後 你要一個人生兩個 但是你要想一下 到時這個適齡生育的婦女 她環顧四周她的家庭 其實她自己 我沒有什麼兄弟姊妹 但是我上有高堂 下有妻兒 我重點生兩三個 這些想法 你要加一點人性去想 不要那麼天真 我純粹覺得 沒有那麼多大陸人 我就肯生多一點 這些其實是 違反了人性的操作 我可以很偉大 為了香港生多幾個 你覺得好不OK 現在香港有390萬人上班 養750萬人 將來有340萬人上班 養850萬人 養200萬人 其實那個負擔是可以大很多 你還會不會生多些小朋友呢 我不去否定你了 不過你自己去想一下 究竟有多麼狠 你還想法 好嗎 然後 然後再看 再看一個留言 其實已經跟她說了 就是說 環顧全球 有哪一個人口老化的國家 是沒有一些支持生育的政策 而收效是持續的明顯 大家要數日本 數意大利 數西班牙 數所有英國 法國 南歐這些國家 有哪一個是有作用 大家一起去看看 經常都說 我們新加坡不會搞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150個單程證 有自己的 這個 人口政策 一會兒開新加坡的人口結構 給大家看 大家不要整天 德國口在喊 自己去增長一下自己的知識 不要 被人家煽動 別人告訴你 是什麼就是什麼 你看看德國 怎麼鼓勵生育 大家再看看日本 鼓勵完了 鼓勵了幾十年了 發生什麼事 一個人生不生小孩 是一個很個人的決定 而這個個人的決定 是隨著一些發達的國家 他們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 生活越來越改善 我們就沒有那麼願意生小孩 哪怕去到美國這麼大的 一個移民大國 今時今日都要靠這個移民 去去命停住一個 比較正常的人口金字塔 人口結構 大家可能覺得 他比起二、三十年前差很多 是的 的確是事實 但如果你看看他們 跟德國比較 跟日本比較 其實美國今天 那個人口金字塔 根本上是相對其他國家 是漂亮的 都不得了 但當然 他不可同日而語 跟以前你比 加拿大 大家另一個大家熟悉的人口大國 你看過去的二、三十年 所有一些的轉變 甚至乎加拿大 都不能夠跟美國去匹配 如果在說人口結構 究竟是有多麼好的話 我們中國實施了一孩政策 那麼多年 人口金字塔其實都很差 再過十年之後 勞動力就會明顯地下降 中國呢 今時今日的輝煌 基本上 已經可以寫入歷史 我不知道大家 究竟有多相信這些事情 我們再看看 大家經常所說的新加坡 新加坡那邊 大家經常說新加坡就好 強勢政府 有自己的移民政策 各樣的那些 因為 假設這樣說 65歲就是退休年齡 大部分的八大國家 今時今日 新加坡的年輕人 20至24歲 進入職場的人 仍然是比他剛剛剛剛退休的人口 為多 但是呢 其實在未來的五至十年裡頭 其實新加坡所做 所面對的困難 其實跟香港是非常非常之接近 新加坡無疑得 就是有大批 好像香港那樣 一些新增的人口 可以來到他們那些地方 但是無奈 是礙於 這個geographical location的問題 新加坡要引入一些移民 並不能夠 好像香港那樣 從中國大陸 來輸入一些新移民 而其他旁邊的人口 大概包括馬來西亞 印尼等等 其實跟香港今時今日 所面對的困難很相似 就是什麼呢 的質素呢 一定是不及你本身自己香港人 那到底你面對的問題 就是要還是不要呢 那香港其實過去就選擇了要 但是要完你想想 就是說 過去二三十年 我們所發生的事情 都令到我們今天那個人口結構 是差得這麼厲害 如果不要 我想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想都不需要好 跟大家去解釋 那跟著之後 再繼續回應 OK 那 又有朋友說 香港人不會扭住 所以不想結婚生仔 其實很老實講 以前連飯都沒得開的時候 那些人都想結婚生仔 沒有扭住的其中一個原因 什麼為之飯都沒得開的時候 那些人都想結婚生仔呢 剛剛打完仗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連飯都沒得開的時候呢 那些時候 就是最多人生了小朋友的時候 大家看看 每一個國家都是以日本為例 戰後或者是一些劫後重生的時候 那個情況是最差的時候 大家是生小朋友生得最多 又或者我們看一下一些 今時今日一些非洲的國家 出生率仍然是很高的 飯都沒得開的人都生小朋友 你跟我說你沒得住不生小朋友 其實這只是一個思想上面想法的藉口 並不代表你能住的時候 你會生小朋友 我可以批個頭來講 今時今日就算解決了房屋的問題 也好 香港人是不生小朋友 就是不生小朋友 這個是人性 這個不爭的現實 然後我留言跟這個讀者說 看到他留言點贊的數目 我看到有很多人點贊 有八個 平時沒有這麼多 我就覺得更加原識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原來真的覺得 大陸人不來的時候 之後香港人是會生小朋友 可以填回數目 這件事情根本上 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另一個事情 這個讀者又說 可能身邊有朋友 都說要生小朋友 我剛才說了 這些為數這麼小的 這麼主觀的事情 他講完之後 到他生了兩三件出來的時候 你才再講究竟會還是不會 你會不會他把一個賭注 壓住在一個 你認為他負責越來越大 他講話他過了色寧生育的時候 他還跟你生了兩三個 我先不講他的身體結構 身體狀況究竟是不是這麼理想 或者家庭的財政狀況 是不是這麼理想 那這些我想 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我再跟連周下面 我再回覆了 就以日本為例 其實無論你怎麼鼓勵生育 鼓勵延遲退休 怎麼可以改善一些 在職的婦女 去生小朋友 又一路工作 然後就 take care 你的family 一些好一點的parenting 我們就看回人家來的國家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 走過了二三十年 日本就是低迷了二三十年 這些不是你想他做他就會做的事情 一個人個人或者一個family 自己的選擇 其實很多時候都跟一個大圍的利益 是有所相違背的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第一個回應 然後有朋友說 我這個投票是一個 就是香港沒有話事權 我同意沒有話事權 不要緊 已經是跟大家去分享了 這個也不是一個特別的comment 下一位讀者就說 香港沒有人的政策 受先天所限 做不到新加坡的那種facibility 香港的政策的確是有先天所限 是做不到那種facibility 不過剛才說了 究竟有facibility和沒有facibility的情況之下 究竟difference有多大呢 只不過大家其實都會去到 春夏秋冬一樣 去到暴入冠冬 只不過大家的先後次序一樣 的意思 的確新加坡你可以說 過去的target 主要是輸入一些的專才 但是專才來究竟能不能夠 令到人口結構 的輔養比率大大上升 醫療開支大大上升 而年輕的勞動力不能夠填補的時候 究竟能不能夠sustain下去呢 這裡大家可以自己拭目以待 去看一看 另一件事就是 香港因為沒有facibility 所以就輸入了很多 大家所說的單程政政政策裡面 一些人口 但是其實今時今日 我們還是suffer得很重要 有人說大陸人來到 一會兒大家在下面就會看到 大陸人來到是拿我們的福利 他們拿了我們的中環 拿了我們的山果金 拿了我們的公屋 因為我給大家看一些資料 不過在比之前 大家自己去看看 其實是說20年前 我們所領取的山果金 帶來一些很龐大的福利開支的人 主要其實不是由大陸的新移民來的 主要是誰來的 是20年前 其實我們最大的人口的 population group 已經是40到50歲 20年之後的今天 其實他在拿著山果金 他退休 其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除非你遷就你父母早死 所以基本上你起碼要熬到八、九十歲 現在人均壽命是這樣 我用一個熬字來講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日本來講 今時今日已經有不少的 一些不太理想的狀況發生 就是什麼呢 或者一些令人覺得很軟識的就是什麼 年輕人希望老人家快點死 這些我相信大家看不同的新聞都會見得到 接下來我很老實說 我覺得香港也很有機會發生接近的事情 不過可能展現的形式未必那麼一樣 如果我們經常都說是別人來拿我們的福利的話 首先如果我講這些退休福利 第一件事並不成立 一旦我講為什麼房屋福利或者一些綜援 其實都並不成立 我一會再跟大家講 然後繼續下去 然後就講完新加坡這個case 然後就講 也有人留言說 數據上的計算是正確 不過從人性上觀察是否勞動人口自身 生產力過低呢 這件事我認同的 因為其實香港引入的大量新移民 他們的勞動力或者是帶來勞動力 但是生產力來講 他們的而且確是比香港普通 一般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教育的水平 或者是那個productivity是低的 這個是絕對絕對的事實來的 跟著另一方面 他就講 如果能夠用科技取代部分的勞動人口的工作 例如好像麥當勞的點餐 或者精簡人手各樣的那些 可能是天馬人空 不過我想表達 我很認同這位朋友所講的一些事情 不過我想說 為什麼他所講的東西 不能夠長遠地有效去處理到人口結構的問題 也是從人性或者一些人 一個population structure裡面去看 我們看回香港今天的人口結構 如果大家在一間公司裡面 或者有打我功 或者在日本今天一些僵化的制度 其實就是源自於一個人口政策的轉變 如果我們在20年前 或者我們今時今日停止引入這個新移民 我們將20年前的人口今次塔向上移 過了20年之後 我們的確可以透過一些AI的東西 去解決我們一些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例如他說在物記點餐 但問題你要知道就是 為什麼那個物記的點餐 可以引入社會裡面 這些新的科技可以引入社會裡面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人口結構 是要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結構 你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你不可能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 我五六成的人都是老人家 但是我可以開發很多創新的科技 以及一些人可以很樂意地去用 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為什麼日本20、30年前是全球科技最頂尖的國家 但是今時今日淪陷 淪落到被不同的國家去取代 以前我們每個都用Sony 用Panasonic 今時今日你認為日本人 還能不能夠去開發一些很頂尖的科技 或者是就算他研發得到 日本人自己學習 如何去用都非常之困難 這件事其實 我贊成的 我贊成就是科技的進步 可以某程度上解決到勞動力的問題 尤其是一些低端的勞動力 但是 當你處理了這件事的時候 你人口結構有問題的話 其實你是 你是沒有可能在長遠的情況之下 是繼續去研發 開發 以及應用到這些科技 而日本當年 20年前一個科技的巨頭 走路向衰落的歷史的憑證 就是一個很大的實質的例子 去告訴大家 打個攻也是 你想一下 你如果這間公司是老的 越好老的 你想一下 你怎麼會去推一些政策的改變 如何去開發一些新的 新的技術的技術 然後還可以去做一些很好的公開 如果你是一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你的想法 未去到中層管理 已經被人病了舊世 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人口結構 我贊成這位朋友所說的 不過 實際上真是天馬人空 和現實運作出來的時候 是不會像你預期一樣的 跟著再下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地方要靠外來的人口支持 勞動力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是 絕對是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 我經常都說了 春夏秋冬四時之境 一定會發生 我們必定要處理這個冬天 而這個冬天 一定要透過時間才可以解決 就像今時今日 日本已經走了幾多年 二、三十年的低迷 如果你要去再走 我想起碼都有幾十年的時候的低迷 你才可以走出這個陰霾 這個就是所謂的寒冬 但是我們是不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來處理呢 又或者我們不可以拖延它 或者我們是不是可以跡谷放機 令到這個冬天沒那麼難捱呢 那 就是這些 而輸入一個新移民呢 就是過去所有的發達國家 這個絕對不是自本的方法 這個絕對不是自本的方法 但是在我們當代人來說 如果你能夠拖上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可以這麼說 已經是功德無量的一件事 那就是 剛才上面已經回應了 你說簡單舉個比 做個類比 又不見這個新加坡 沒有這個150個新移民會崩潰 那我就告訴你 新加坡的寒冬未到 不過漲到 你香港遲一點點 那如果你有新之年 你看得到的話 我想都好 現在2025至2023年 你會見到新加坡 會因為人口結構的問題而衰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研究過 就張開眼睛走出來說 都可以 我可以相信這樣說 就是正如你這樣說 如果社會的人 是這樣張開眼睛 而不去看事實 而不斷地去批評政府所做的事 你又不想一下自己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循環再這樣走下去 就真真正正的 不是老 那他也 attached了那個 population period 給他了 然後他一個回應 就說這個是一個 就是 我不是很懂得讀 是否叫做陰溝治寒 但是 Anyway 那 就是所說 寒冬放在前面 我們是否需要積穀防機 因為冬天不會不來 這是自然現象 那我們怎麼做呢 OK 那我們再去看 另一位讀者 他說 其實沒有誤區 單程症一定等於年輕的勞動力 那一會兒 或者你回應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我直接 展示一些來看 他的意思是 單程症 是不是真的等於勞動力呢 是不是下來拿福利呢 首先你自己問得出這個問題 其實我真的很鼓勵大家 那你自己去找一下 好不好 如果你找過的話 那這些就是文字的開發 有沒有找過呢 如果你找到 不如你支持一件事情 但是我告訴你 我就找過了 那這個就是 其中就是統計署發表 就是這個安年令和性別 分佈由中國內地持單程通行證 來到香港的人次 其實每幾年呢 統計署都會發佈這些資料 不過媒體是永遠都不會給你看 或者他給你看 是他給你看 你喜歡看的部分 我喜歡整個表 一個raw data 給大家看 我不是說 永遠都說 單程症的新移民 不是什麼很好的東西 本身都是邪惡的地方 絕對絕對是邪惡的地方 但我們仍然需要它 你看看 右邊這個幾組的文字 已經說完了 令到24歲的單程症人士 一些說年輕的人 將來會投入我們社會工作的人 人口佔每年單程症來的人 的比例是三分之一 遠遠都是高於香港本身 原本香港人居住的人口的比例 而這些就是說 譬如2007年的時候來的人 今天就變成我們勞動力 2017年今天來的時候 在十幾二十年之後 就會變成我們的勞動力 我們極需要這一部分人 三分一的人口裡面 然後之後 有些人就說 他們來拿福利 剛才我說 其實那些綜援不是他們拿的 或者 不要說不是他們拿的 那些 生果金 老人福利 不是他們拿的 為什麼 大家看到 而且確實際上 你看到有些人 申請六十幾歲 來照顧八十幾歲的老人家的案例 每年都有幾百個 不少 但是佔的是什麼呢 1%至2% 說的是 佔那幾萬個的單程症人士 1-2% 你想想 反過來香港65歲 自己本身65歲以上的人口 有多少人 是有14-15% 是別人的十倍 就是說 老人家來的單程症人士 是香港本身的老人家的十分之一 那你想想 不要這麼過份 他什麼都賴了 不過我都說 單程症都有他邪惡的地方 邪惡的地方是什麼呢 真的 看回25歲 到64歲 是他們的勞動力 這些勞動力 其實他們參與工作的法分比 是比香港人低的 如果以勞動人口的 參與工作 其實香港人本身是很高的 但是你說來到香港的人 他們的比例相對來說 工作是這麼多 其實到今天來說 其實不是 大概低百分之十幾 至二十個百分點 不過有時候我們要公平一點 來看一個問題 正如男士的勞動力參與率 是比女士的勞動力參與率 是為高 這是不真的事實 在全世界的所有社會 無論是男權主義 或者是男女平等主義的地方 都好 其實都是男士的勞動力 比女士的勞動力為高 而的確 申請單程證來到香港的 主要來說 都是一些中年的婦女為主 這是一個正常的自然現象 或者這麼說 因為香港的港女 會不會嫁上去大陸 給大陸男人呢 如果嫁上去 其實你都自己跟上去大陸 那男人會不會跟你來香港 申請單程證呢 不過是少一點 只不過是香港的 香港的男士 去大陸的女士 大陸女士來香港 即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 就是這樣的意思 OK 出嫁就重複 所以就會來香港 所以你會見到 中年的一些女性 來到香港是比較多些 他們的勞動力參與率低些 其實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你可以很憎恨她 不過我告訴你 你爭她的時候 你要找到一個原因 OK 我相信就已經回應了 這位讀者所說 究竟他們是不是帶來了 年輕的勞動力呢 我可以告訴你 是的 我們又回到香港 如果說0至24歲 剛才人家是三成多 0至24歲的人口 新移民佔的人口 香港本身原生的人有多少 大家自己數一數 百分之二十多 跌跌 低別人的十個百分之二 是低別人的十個百分之二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年輕人 是小新移民十個百分之二 講完了 總括一下新移民來的結構是怎樣 24歲以下的人多於我們十個百分之二 65歲以下的人多於我們十個百分之二 65歲以下的我們是人的十個百分之二 65歲以下的老人家 我們是人家的十倍 其實已經講完了 不過中間那些 他們女人多 婦女多 他們的勞動力參與率 是比香港本身低 這也是事實 所以有時候 你說有沒有誤區 我很想跟你說 我真的沒有誤區 有誤區的是 絕大部分 七百五十萬的香港人 我很有信心 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 有時候 講到這些事情 有一點點令人覺得燥 我不知道你可以參考到多少 之前我把所有的報章都放在這裏 都放在這裏 我也很討厭這個 我忘記它叫什麼 《數字李董迪》這個節目的其中說 就是醜化一些新移民 我也是那一句 別人不是沒有帶來問題 不過 你不要把我放大鏡 就這樣說的問題 而我們需要去的地方 你完全隻字不提 這些媒體 所做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講真一句 我不可以說它立心不良 但最後帶出來的結果 就是充滿受憾 然後再繼續下去 基本上就是 剛才的回應都是說回這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有用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這個讀者 起碼到最後 他會覺得就是說 他在另一個帖子裡面說 就是知道會令人覺得更加 坦批類似不安 但是這些知識其實大家是需要知道的 你不要經常覺得自己絕對正義 而我們說很厲害 我們說香港人是對的 他們是邪惡的 不是這樣一回事 這個世界永遠 大家都是在想怎樣去共存 大家互為互利 單程正是要優化 很老實說 你問我可不可以想到怎樣優化 可以想到一百萬種方法優化 但是在這個一國兩制 就是香港 在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的這個情況之下 那些想法很多都不能夠落實 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一個事實 但是我們其實是否應該從這個方向去想 而不是說一來政府有任何事情做 就擾摩化他正PK 衰革到爆炸 略奪我們的資源 給大家看其實不是這樣 或者不是完全好像大家這樣說 那有人說 就是不起大白帳的工程 就不用那麼多勞動力 我經常都說 那如果你連洗廁所都不需要的話 那就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 如果你不需要更多的廠新 就不需要勞動力 就是那一句了 人口結構 我現在說的不只是說勞動力 這件事 是一個Nomber 不是說現在390萬人上班 我們明聽到390萬人上班就可以了 因為這390萬人上班 裡面我們是要有年輕的人 有中年人 有一些有經驗的人 才可以维持到一个正常的经济的发展 不会像之前的日本那样 你想想 过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之后 我们还哪有一些年轻的劳动力呢 把持着在一些最高职位的人 仍然都是说老人家 我之前一篇post 我就少这个叶刘淑义 他们说我们行会的光谱已经很够了 任何的人都有 我只是说 你根本都没有年轻人 我不是说要有年轻人加入行会 而是一个光谱应该要中环交错的考虑 就是说 我要除了有不同的界别之外 还要有不同的阶层 阶层不是说社会学习 而是说不同的世纪群 因为你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 或者他们所想到一些创新的东西 要能够去到上层 我不是说你要接受所有的意见 而是你想到十样东西 当中有九样东西可能都很威士忌 或者会坎穿了头 你有没有能力去screen 到第十样东西 是有用的给这帮年轻人去做呢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是说究竟我们现在 是不是有那么多劳动力 劳动力是一个问题 人口结构或者劳动力的结构是另一个问题 那 已经画公仔画出场了 不是说大家 我真是真到他爆 然后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聪明很厉害 就代表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所以你可以继续说 喂 为什么经济发展我没有受惠 我不需要去告诉你 我竟然没有受惠 我不关经济发展没有受惠 我自己本身的能力就令我受惠 但是你说那些劳房 连人都睡不着 这个事实是很惨的一件事 我们就要解决这件事 不过解决这件事的时候 不是要去将政府的政策一下 就打垮拖垮 然后就将它说是一个恶法 或者是一个很差的一件的政策 而是我们要想想在这个 带出了 譬如我做了A 如雨鸿掌 刚刚开始介绍的时候 如雨鸿掌 我们做了A的时候 我们就要放弃B 但是我们如何在B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我们如何去修飾 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而过去政府的确实 做得很差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问题 不代表你拔走了A之后 你就解决了问题 因为B仍然存在 你还会引申其他问题 不要觉得自己是绝对正义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了 然后呢 又有了 这样涌入来又不够资源 结果土生土长那群不敢生 无限 刚刚已经说了 土生土长那群不敢生 你新移民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凡是发达的 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暢顺 在过去几十年 你数英美德法 日韩 澳柳加 有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的 OK 没有一个国家不是这样的 但凡是城市化了 然后我找多了 我不需要再生很多小朋友 来养而防老 或者从事农间的工作 人就是不生那么多 就是不生那么多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自己开开人口金字塔 其他国家来看 你就会看到现实是怎么样 不需要咬那么多 这个不是鸡煎还是蛋 先的问题 是知道哪个是鸡 哪个是蛋 OK 那么 然后又有另一位读者说 问我相信我会否改善得到 我告诉你 我不认为现在会改善得到 不过我心里面有 一些可以改善的方法 之前提出过 例如 例如是什么呢 香港不是审批 但是香港做screening 在150个里面 可能有若干的部分 是必定要由香港screen的一个人头 那个合资责计人才可以再来 简单个例子就是 我没有有一百五十个人来 但是那一百五十个人 全部三百个都要由香港特别人证 screen 了 然后中央政府在这三百个人里面 选择人来 最有拍板的就是他 这些方法就好像 我们以前政改方案的普选 就是说 先有人大的screen 然后香港人再选 那反过来 我们都可以apply 先由我们去screen 然后再选 其实这个权力 好多想说 今时今日这个乱局里头 中央政府又如何 会考虑去放权给你呢 就算相安无事 顺风顺水的时候 都已经非常之难了 OK 我意思是 我们可以集思广影去想多些 这些东西 你脱脱了这个政策 你很讨厌这些人 你可以很讨厌他 不过你没有了他 你一定是生活不了 这是不真的事实 OK 然后又是说新加坡 我说了很多次 新加坡不是比香港好很多 只不过是时辰来到 遲多了三五七年 OK 那又会出来的 香港过去 其实本身老祖 就已经面对这个问题了 正正是因为新移民的政策 拖持了十年八再 而已 好了 然后 没有真正的普选最大的问题 是 又有另一个说法 没有真正的选择 不要试图 没有真正的选择 最大的问题 是改善的实质内容 是什么 不由我们决定 实险是一些倒退的改善 这是事实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但是未必是一定的 过去正在发生这些事情 我可以说 你真正相信大陆会为了香港搞好些 未必会 或是很大 最最近都不会发生这件事 但是 我们如果要 都是那句 如雨虹掌 正如那些人问我 今时今日你是不是叫示威者 或者学生去撤退 我不是要这样告诉大家 或者 大家说 我们要放下一些仇恨 是不是代表这样 就代表香港会好 我不是代表这样 那些学生不会被人清算 我反过来 我告诉你 99%的机会 是会被人清算 但是 如果 大家正心来想 为了整体香港的福祉 大家会如何去做一个选择 我不知道 你可以很感性地去做 我可以去保护他们 OK 那这些就没有对错了 我不会去跟大家分 我只可以告诉大家 继续做下去 或者 就是我们如果 讨厌政府过去做一些 未必是一些的 惡策 而它本身是有一个 极大的需要性 甚至乎必要性去做的时候 那大家倒不如想想想 如何去修飾这件事 或者去改善这件事 是不是更加务实 和有效呢 然后又有另一位朋友说 有没有其他数据 例如 多少新移民 即是投入了劳动力市场 不是压中援 首先你已经亚孙 它是压中援 另一个就是新移民的年龄分布 刚才已经说了 在这个PowerPoint里面 给大家看 有兴趣自己再开来看 OK 然后 有人问哪里有地 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不关键了 没复到 OK 然后我想他可能说 人口再多的时候 哪里有地 那就做了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没有哪个国家 不是这样的 或者地区 也倒回来 如果你觉得我们不需要人 那就走向平庸 我经常都说 如果不需要人 我们就走向平庸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记住一件事 香港的人口结构 是差到不能再差的了 你觉得没有地 不要人 那你就有一些 我不知道你们去日本一些 乡郊的地方 乡郊不是说大城市 东京大阪 你去看看 你就会知道那些人 究竟是怎么生活 到时你看完之后 你就会看到 如果我们 什么都不处理 20年30年 或者10年之内 香港会变成什么 看完之后 有朋友说 劳动力正好是淘汰 夕阳的行业 走向自动化本地AI之路 刚才已经说了 OK 一个劳动力的结构 的转变 如果你要幻想 一个五六十岁 是一个劳动力的 劳动力的时候 你要说它 可以淘汰 正常的行业 然后走向自动化 然后AI之路的话 那你教一教我怎么做 或者你有没有 一些课程 告诉别人 怎样做 如果做得到 你就会好 然后另外一个读写 研究新疆人口结构 如果当年没有汉人带来技术 和劳动力 今天的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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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其实也是一句 如与红将 新疆的人口结构 和香港又不一样 香港是真的需要新移民 而新疆 其实真的不需要 汉人的新移民 OK 汉人 就是这么说 中央政府的强行 殖民去到新疆 在新疆年之后 是汉化了新疆这个地方 那和香港的性格 是完全不两回事 新疆人当然 如果他没有汉人的技术和劳动力 他仍然可以开心快乐地生活下去 因为他的人口结构 不是香港那么差 那些人肯生小朋友 一个回教的 不是叫国家 一个回教的地区 那些人肯生小朋友 从事一些比较初阶的生产 OK 所以其实他们的生活 不会因为这样而出现大的倒退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新疆的例子 就是汉人强行地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模式 他们不需要 但是香港今时今日来说 我们是需要一些解决 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问题 然后我看到大家打了很多的留言 我说完这些回应 我才一次过再看看大家的留言 或者是没有问题 然后有人问 是不是只有两个选择 不好意思 就是Facebook page 他们给了两个选择 如果你有提议 可以选择看看我们的选择 因为有些说法就是 我们引入技术移民 我们引入外劳 那一会儿有些人会说到 OK 不好意思 讲得久了 喝口水 有人说了 原浪一半的审批权都没有怎么改善单程证 这也是事实来的 那 真的 真的改变不了 现在的而且确是改变不了 但我可以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改变不了 那你要还是不要呢 有人选择不要 不要我就告诉大家 不要会发生什么 那的而且确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要源于一些误解 你不要觉得你不要了之后会很好 那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你不要了之后可能 跟你想象之中差很远 还会比今天差很多 OK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冬天是一定会来的 不是 不是你觉得你自己很好 你就一定会好好的 OK 那跟着然后又有朋友说 有没有单程证年龄分布 给了你了 OK 那跟着然后就再有一个 我们必须只接受中国大陆新移民吗 我们可以有恩选制度吗 可以 我经常都说的 但是我又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回复 其实我已经告诉给大家 在1997年到现在 香港引入了100万的新移民 100万很夸张的数字 而我们引入完这100万的新移民之后 我们的人口结构 都还是这么差 都还是这么差 那你想想 如果没有的话 那有多么恐怖 就是大家如果自己有些电脑很厉害的话 那你自己订阅数字 进去Excel 你自己就找到 那这个就有兴趣 所以可以自己拍一下这套 那究竟有多差 我自己也不敢看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外奴去解决呢 我经常说的 外奴不是落地山根的人 就是他不会在你那里 适应你的文化 会接受你的生活 今时今的新移民都不会的 其实都很困难的 因为他们已经人多了 但是这个也是 我想说 其实外奴也是一样的 他们会画一篇给自己 今时今的 你看看 越南发展得很好的 有很多日本 韩国仔 去开厂的Samsung 那些 那你说他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越南人 不会的 或者一些 现在很多印巴人 去日本 去打工了一些基层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日本人 都不会的 其实做完事 找完钱 就好像我们家里的姐姐 是吧 抽完小朋友 赚完钱 或者抽完老人家 十年八岁 之后又回想一下 他会不会觉得 他会在这里落地山根 少一些 你去余顶湾那些 由工人变成主人 就见不少 就跟了外奴主人一齐 但是问题就是 这些人本身就不是 一个可以带来新增的人口的人 这个劳动力 可能他三四十岁来 做十年之后 他会不会跟你结婚生子 可能十个里面有一个半个 这些人其实只是解决一个短期 很短期很短期的问题 当然 OK 单程政策也是解决了 不是很长期的问题 但是也是一个 比较长期 小小处理的问题 因为那些人 是会在香港落地山根 还会再生小孩 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 一个政策的配套 去融入他们 令到他们 譬如那些人会来到 我们坚持 我不跟你说国语 我要你说广东话 来到你要适应我们公司的文化 你要适应我们学校的文化 教育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辅助你 如何去学习那些英文 各样的文化 以前97年之前 香港人是这样做的 不过97年之后 香港人慢慢变了自己 我很久想说 因为的确大量人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地不够 我们基础建设 做得不好 那些这样 所以矛盾就来 但是 和单程政本身 这个政策 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他本身是一种 positive 的 policy 是不是 然后又有另一个 需要动动这个 需要劳动力的年代 是不是还需要入这个劳动力呢 要输入这个高学历 高技术的移民 每日新移民 150个新移民 多少 中学毕业 那些 这些其实 我相信我刚才以上的事情 都已经回答了 一个人口结构 和劳动力结构 是很重要的 你不输入不重要 都是那个 去到 就是由97年开始 去到二三十年之后 就是说2020年的今天 2030年之后 你就看看你 一间公司 或者一个国家 地区把持的 百分之三十五十的劳动力 都是说五十岁以上的人 你怎样高技术呢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可能香港很独特 OK 做得到的 就化腐朽为神奇 OK 不过我自己的一些 很雷紋 很雷紋 很雷紋的想法 就是我认为 这件事可以发生 而日本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告诉大家 一个僵化的人口 和劳动力的结构 究竟会带来一个 多大的问题 就着呢 一轮说了很多 很吵的事情 我认为这三十位朋友 真心想了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总结一下 单程正政策 并不是一个原理的政策 也不是什么 很好的政策 我只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们不要A 就自然 就要选B 就要接受另一个的现实 而另一个现实 究竟是好 还是不好 或者会不会比今天好呢 刚才所说的所有事情 已经告诉大家 那大家心里面 自己会有个答案 仍然可以认为 不要 我很恨他 现在我的感受就是很差 他抢上了一些福利 我以前要排队买奶粉 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买不了奶粉 这个私家医院的病床 不够 生孩子都没有地方 我每天要在金钟 迫五班地铁站 地铁站 才能收工过海 我很不开心 星期六日出街 现在很劲逼 看一场戏都要坐头了几段 连行山都失车 现在香港基本上 你试试去到香港都行 比较出名的龙石 容易去的 连行山都失车 然后我们去到塔门窄角营 或者去到西贡 去到水浪窩路营 都是内地人 路内地团 很认真 全面影响我们的生活 是事实 是事实 OK 大家就对比一下 好像日本人口老化的城市 或者村落 和今时今日香港这件事 我们究竟是解决香港 今天面对的问题 还是接受 变成日本 其实没有问题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大家要知道 今时今日自己面对什么 我看到很多留言 其实选择B 真的没有问题 不过我可以这么说 所有留言里 选择B的人 这些说法 基本上我都不认为 是有实际 历史的证据 可以证不得到 是可以做得到 也都没有从人性的角度 可以去考虑得到 究竟会不会发生 而只是很单纯地 从今时今日 他们所见到的问题 很感性地 通口说白话 就觉得可以处理到问题 不是这样 不过我们真的说真一句 如果你问我 我会选择成日本 说真的 因为我很喜欢 比较好的人 喜欢宁静 但是对下一代的香港人来说 或者当代的香港人 他们未必那么有竞争力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 就会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又或者本身 你已经购买了资产 借贷很重的人 他们的生活 就会构成很大的问题 因为可能会有坏账 会破产 他们的工作的机会会流失 或者他们的上流的机会 会越来越少 比今天还要更加少 我们到时不需要住劏房 因为很多屋主任你租 你住的地方会大很多 不过你说 你如果要一年去几次旅行 因为赚很多钱 而一个很基层的人 都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旅行 去到欧美国家 以前20年前 香港你说要去转欧游 或者去转美国 就是你中产家庭才能做到 但是今时今日的基层 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都是那句 选择的问题 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究竟你喜欢些什么 我想你首先要有能力去判断 你可以拿到些什么 不是说我坐在那里叫 我觉得政府是PK OK 立心不良 搞到我现在生活很惨 这个冬天 我经常说 这个冬天是怎么都会来 只不过是以什么形式出现 而且出现的时候 究竟我们做了些什么 来去准备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概念 其实在后面还开了很多的资料 其实有人说 我们不要大陆新移民 可以吗 我们要其他地方新移民 那我们环顾四周 那当是画个圈圈 四至六个小时的基层 整个亚洲都去得了 以香港来说 我们怎么去找这一百万人回来呢 不是没有想过 不过你想完之后 你想想那些人会不会来 日本和韩国的人 人会不会来香港 来做事可能会有机会有些 但是实际上 我生活的质素差异不是太大 亦都无需去一个更加 挤逼的城市 除非你本身的业务很有需要 但是你说要举家移居香港 不可能 而另一个就是 日本和韩国本身都在受到 一个很差的人口结构里面 他们的政府 会不会有机会给你安排 这么多的人 一百万人来到香港呢 基本上都不会 台湾人对于香港 比较是吹枝药木一点 但是呢 亦都是跟日本和韩国一样 台湾都在受到一个 笑脂化的年代 其实自己本身都不够人 那你香港可不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其实都不可以 讲真一句 其实全世界都希望引入一些 和自己文化很接近 生活习惯很接近 语言 膚色 信仰 价值观都比较接近的人口 但是其实 大家都面临这个困难 香港其实引入了新移民 就是引入了一些 和自己价值观不一样的人 但是其他的 生活习惯 语言 饮食 都很接近 其实已经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再看一下 东南亚的地方 也都是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宁愿要东南亚的人 都不要内地人 可能那个仇恨 可以去到这么大 但是 就是那句 他们的质量 是否真的会比内地人高呢 我觉得 我不可以说一定差 但是整体来说 我看不到 究竟怎样东南亚的人 就算他们肯移民来香港 比如说 印尼人口大国 有两亿的人 这个马来西亚都有几千万人 越南有几亿人 我假设他们肯来香港 那他们的质量 是否会比内地人高呢 我想大家自己知道的答案 不需要特别去多讲 或者分析 就会知道 那你香港的选择里面 这个会不会一个紧有地 比较convenient 而又可行的选择呢 那我只可以这么说 大家仍然可以觉得不是 不过客观的因素来说 我说服了我自己 我就觉得是 但是反过来一句 如果你今时今日问我 我对我自己 我自己的福智来看的话 那我说真的 我举一脚赞成 我说真的很personal 我举一脚赞成 香港减少的人口 变成好像日本那些村落 我真的举一脚赞成 因为我喜欢这些生活 又影响不了我的财富 但是 对于拥有无数下一代的香港人 或者重要为生活打拼的人来说 香港是否一个 better place to live 我自己觉得就不是 这个是我自己心里的肺腑 很自私地说的话 我真的举一脚赞成 我经常说 我真的有考虑移民日本 如果那种语言沟通 或者文化 我可以适应得到 接受得到 因为日本说真的没有所谓 我不是去找食的话 其实OK的 很棒的地方 环境很漂亮 就算他们老人家的service 都很好 对不对 不需要太有活力 最重要的是 又再又再 但是香港不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而香港不可以毛痛 变成一个这样的地方 好吗 这个时候 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 先 那 Anson就说 为什么战后出身率会高而发展 经济后出身率会低 但当中人性的原因是为什么 这些问题 现实的事实 我想你接受了 这个是真的 那 说真的 你打完仗的时候 因为打仗的时候 大家都 很投入去做某一件事 就是 你害怕的 生死存亡 或者一些很意识形态的 已经战争状态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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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是会一种的喜悦 希望再建设 而建设的原因就是 base 也就是一种建设 这个其实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沒有那麼多憂慮的時候,就會比較出生,就會多些 或者你沒有追求一些很高的生活質素的 或者是自主的時候,你的出生率就會高些 其實你環顧四周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這樣,好嗎? Thomas就說,請問現時什麼類型的國家人口比例 仍然維持一個健康的狀況 健康的狀況就是美國 因為美國一直都是一個移民的大國 當中還包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那些 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說發達國家 起碼他的人口金字塔不是到三國 雖然他不是好像他以前早三、四十年前的時候那麼英俊 以前是很英俊的,大部分都是年輕的 早二、三十年前 現在都叫保持得到 但是保持得到多久呢? 就要看他的人口政策究竟是怎樣 例如他可不可以維持一個比較理想的出生率 以及維持一個比較好的移民的百分比 其他你說發展中國家 其實人口金字塔都是比較 真是一個三國營的 但是那三國營,你發展不到經濟 其實就沒有用的 OK 接著我再看一看 有 周出編員說 多謝我們如何自處 我們這一代就快成為長者 如何自處 坦白說一句 香港 直接這樣說 香港的經濟發展 如果你沒有一些很重大的改變 其實玩完了 基礎建設已經追不上 民怨就是太大 而我們的人口結構這麼差 再捱多三五年 其實已經是一件很理想的事 實際上長遠來說已經是玩完了 如果你說已經差不多退休 一些我想海外的美元資產 一些比較穩定的 有利息收入的一些投資 其實相對地比較理想一些 不要放太多港元的資產 或者 港元如果聯繫活率都能保持 港元都OK 就是存款 但是如果你說港元相關的資產 長遠來說就不適宜壓住太多 這個就是我個人小小的一些看法 還有就是這樣說 一個社會開不開心和不和諧 其實不只是說錢 就好像我經常說 我在日本向下生活 只要人又改變了這個心態 不要長期就是要發展 賺很多錢 其實就算人口結構不差了 資產價格大跌完之後 其實人與人之間的愛 或者是一些的 生活上面的情操 或者一些東西 其實都可以再培養出來 最重要是社會不要動盪 不要太亂 跟著之後 他說 如果他們以前分配的公屋 二女結婚 又死了 全部一個人住 其實之前在香港樓市 Facebook Group 裡面香港樓市Live sharing 第七集說過 今時今日 為什麽我們的公屋 建多了10萬個單位 但是住人住少了10萬 不是新移民 來住了我們這些單位 是因為政府不能夠做一些政策 表面上很麻木不仁的 大家會看到我扣帽子 扣帽子 現在真的有很多單身的長者 住在四五百尺公屋的單位 那些單位 20年前是一家四口 一家五口住 如果你要它搬的話 基本上就會被扣 報紙說殘暴不仁 踢走我們這些老人家 政府是沒有處理過這些 也處理不到 我也不知道 誰有一個政治智慧可以處理這些 所以形成到很多大單位 其實都是住在一個人 所以回歸到現在多了10萬個公屋單位 住的總人口在公屋裏面 是少了10萬 所以一些小的單位 年輕人剛出來畢業工作 剛結婚那些 就受罪得最重要 所以大家看到A類和B類單位 的租金指數 是完全軟軟地跑的人都大事 或者一些豪宅的單位 最慘最慘就是這班年輕人 但其實你說跟單程症有沒有關係 其實那個關係真的相對比較少 Anson就再說 土地可以容納人口有司令 不過人口過多也帶來很多社會問題 香港彈染之地 大幅填海引入移民同時做 所以很難怪市民會反彈 你說得對就是要大幅填海 引入新移民 這件事很難同時做 很難同時做 所以這樣冬天就會 寒冬就會到來 所有事情都是我們香港人自己選擇的 這件事我希望大家自己了解 Thomas就說 如果推行政策 現在是成為政治的問題 一到政治就變得很撕裂 所以就分享知識 我一開始已經說 其實知識通常都定不過人性 因為你感受一下 當下的感受是最深的 每天在金鐘轉車等五班地鐵 星期六日全部都是大陸人 然後買奶粉買不到 生嬰兒沒有病床 這些感受是最深的 你不會想其他事情 知識你跟我說浪費 總之我很討厭 它影響了我每天的生活 這些就是人性 所以 春夏秋冬四時之境 循環不適 只不過有時來得快些 有時來得慢些 有時來得長些 有時維持的時間又短些 這樣就很自然的 Matthew還說 請問各客覺得香港 接下來會出現多久的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其實就不需要很久 例如像日本那樣 經濟衰退幾年之後 就會慢慢定下 因為你每天再衰退 所以到時不會有增長 就是這樣的情況 簡單來說沒有發展 沒有發展 衰退通常幾年就搞定了 然後Ivan就說 心移民最好是 要是小朋友 要是三高學歷 當然 但還是那句 我們哪裡找這些人 如果在內地高學歷的婦女 會不會隔離香港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 你 譬如中港婚姻 你生完那些小朋友 你也要有小朋友 才可以來 過去其實小朋友佔的比例 已經比香港本身 土生土長的小朋友 是多很多的 然後Joseph Fion就說 板主剛才說了 令人心酸 其實很心酸 知識的東西是令人心酸 所以剛才我說 有個讀者看完我 給他說話 其實不知好就知道 知道了好像還有些 糯糯的 這樣就 靠你自己的處理 所以今天的題目是什麼呢 都幾聊交 如果你希望面對自己黑暗面 了解自己有多天真 和無知才能進來 要不然的話 趁早就不要聽了 就免得引起大家不安 OK 這真是真心說話 然後Ivan有個文盲 都不要緊 肯努力做事就行 是的 香港我們上一代的移民 逃避文革的 我們的長輩父母輩 其實他們都不是受過很多的教育 不過當時很重要 但是當時香港的起步點很低 起步點低的意思是 我們做一些工業 但是今時香港 不可能回到工業化的社會 因為工業的東西 是勞動力密集 之餘其實增值不是太多 所以我們已經是一個高台 我們很難做回頭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資產價格和大家的生活質素 都會插水式倒退 跟著周小明說 日本年青人想長者不要長病 是的 我會說未來二三十年 香港人都會有一種的文化 走出來 或者一種黑暗的想法 走出來 就是不希望自己的父母那麼長病 之前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到底安樂死 是不應該值得研究的 其實將來一定會發生 可能205、2030年左右 有些粗略的一些估計 跟著周小明說 其實香港的醫療問題 香港的醫療問題 是老人家太長病 誰敢說公眾說這個事實 是的 我不可以說老人家太不太長命 不能夠這麼刻薄地去說 但是我可以說 香港的問題 其實這個冬天一定會來的 但是你怎樣可以令到它舒緩一下 是這樣的意思 譬如延長退休年齡 其實很多的大公司 或者政府部門都在做 但是你延長退休年齡之後 你又留在原有的職位 這樣其實就是一件很差的一個安排 譬如好像我之前說過 國泰工會 一個工會揮貨 一個空中服務員 他做到60歲 其實你本身就是令到這個地方 或者這間公司的競爭力 嚴重拖低 其實是否應該想想 將一些將近退休年齡的人 可能他有一些比較高的職位 我重新分配 去到他一些比較初階的職位 然後透過另一些東西 去引有史去去從事他的工作 那才是一個比較 都是比較好一點點 都不是很好 因為你強行將那些65歲的人 留在職場 其實它是破壞了勞動力 破壞了生產力 它不是破壞年輕人的生產力 它是破壞所有人的生產力 因為我 是你求我回來繼續做 我本身已經去到退休年齡 有一定財富累積 那現在就是你求我回來去做 那你又要給我原本的人工 和職位 但這件事就真的很難解決 所以它有冬天是怎樣都會來的 那接著 香港人工作時間太長 生活方式不正常 會令到打燒這個生兒獄女的議員 全世界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 那這件事也沒有辦法 那如何去解決呢 那大家都是那句 你要接受你的生活質素低一點 那你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大家自己說 我人是要向上爬向上流 所以我要朝七晚七 那這個競爭性是香港人自己搞出來的 你不要說搞你自己 你連自己的子女都搞了 現在 未到五歲 琴棋書畫 兩文三語 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 法文 什麽都要學 那這些是大家自己搞出來的 不是其他人搞出來的 那接著 然後Joseph Fierman說 我們工作的長者 每天背著幾科覆診 有些看十科 年紀越大越多 憑常每個星期去禁鐘 去急症入院 是的 那實際的數字 香港現在大概是14-15%的老人家 那過多15年 不用太多了 就25% 那到時200多萬老人家 你在街上每四個人 你就會見到一個老人家 那基本上呢 所有的舊區的酒樓 逼爆 公共圖書館有冷氣的 逼爆 OK 看電影組場 25元的逼爆 到時一定會是這樣的 那如果早餐也可以考慮 做這些生意 那接著呢 Anson說 有個問題 以平行時空的知識 如果20年前不引入新移民 有什麽方法可以改善人口結構 不要 你問我有什麽方法 就是 剛才說了 或者這樣說 改善可以 你說解決沒有 就是 每一個國家的人 有自己的人性 一定是自主的決定 就是你見日本 意大利 西班牙 希臘 所有人都是這樣 但是你要 持續地營造著一個 很有活力的氣氛 而你有足夠的土地 香港本身先天 就沒有足夠的土地去造地 你美國那些不同 加拿大、美國、澳洲、英國 為什麽別人這些國家 因為他們的人口本身是一個 可以繼續膨脹的地方 所以可以吸入很多新移民 建立很多基礎建設 香港不行 所以你說 如果回到20年前 香港沒有方法 可以去改善人口結構 其實我講真的 我覺得真的沒有 現在今時今日 這個境地 已經不是一個很差的情況 拖了20年 講真的一句 已經是 湯宵珠環神 跌落地下 撿回一堆沙 那種情況 已經 我們已經是 撿贏了 糊糊糊糊的 不知道為什麽 捱多了很多年頭 所以為什麽 阿誠哥所講 黃台枝瓜 何堪再宅 那我想 聽完今天 我想大家會更加了解 那最後 阿根林就說 了解自己 接受自己 其實很難到最後 做到克服 就更加難 這個是事實來的 又說回一些 有些少少 就是 投資上面的 的 OK 其實跟我們 做投資的決定一樣 那 你知不知道 其實每一次 每一次的 投資決定 都是你自己 做決定的 買和賣都是一樣 不要蠻別人 不要蠻外在的環境 面對自己 究竟 所有事情 其實我不可以說 你盡在掌握之中 但是每一個 你人生 每一個 就是 現在你的 Status 都是你每一個 的決定去組成 而每一個 的決定都是你自己 去做 那就是希望大家 自己去面對一下自己 這件事 那 然後阿David就說 取消中緩 三果金公屋 這些福利政策 會不會有效 Filtre走假的 勞動力人口 首先我不評論 你這個方法 是不是有效 去Filtre到 假的勞動力人口 但是 你香港本身 在香港捱了 就是回歸之前 我在說 在香港捱了二三十年 那一群的人 那你怎麼去處理呢 就是 一九九幾年 九十年代的時候 是三四十歲的人 你怎麼去處理他們呢 那 就是 不要說 二百萬人上街 反過去六七暴動 如果你有這個提議落實的話 是不是 所以 就 回應回到 at the very beginning 就是 袁宇雄獎 大家怎麼選擇 將知識和大家分享 很高興 有三十幾人 聽到現在 我都覺得 已經是 令我覺得是 起張望海 因為呢 當初說 我要五十個讚 還有十個留言 最後都做不到 平時我說經濟那些 可以有過八個讚 二十個留言 大家都很快就可以做得到 問題就是 因為 這麼切身的事情 要去面對你自己的黑暗面 自己的問題 以及自己的天真 無知 直接說 低能 的事情 其實呢 是一件很困難的一件事 先姑物論 大家聽完之後 覺得 究竟是 不是要有新移民 又或者我們 現在的社會 究竟要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但我相信 你自身的思考 模式的改變 可以令到你 在未來這個冬天 是可以過得舒服一點點 這個就是我 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多謝大家 今早的時間 講了一個多小時 很詳細 我盡量去講 我自己也有少許的情感 但是 就是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的內容 點讚 甚至乎你不喜歡 都不要緊 那你就留言 我們又可以再討論 辯論一段 好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我並不認為 我辯論的論證 論證 是會輸 或者我會說不通 如果你能夠 overrule 不是overrule 如果你能夠 在事實 證據 歷史 數據裡頭 來去 推翻我建立的 一些理論 說法的話 我非常之高興 因為我又知道 一些我自己 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大家 努力一下 剛才講的數據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問我 最後做少許的宣傳 我們Facebook Group 就有所有這些 Live sharing 有這些數據的分享 包括一些 geo politics 地緣政治 或者經濟 金融 投資等等 有興趣的話 可以進入我們Facebook Group 成為我們的Member 每個未試過Trial的朋友 是會有一個星期 免費的Trial Period 歡迎大家 去感受一下 平行時空的 旅頭的智慧 但我可以很穩定地說 旅頭是很孤獨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事情 不會有太多人 希望去面對和知道 Anyway 多謝大家的時間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我們周中再見 拜拜